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4月25日,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护身指数是一个探底回升的表现 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是报收在3264.87点,下跌0.32% 创业版则是下跌了1.83%,报收在2259.19点 不过几大指数在日线图上 今天都收出了比较长的下影线 量能方面,今天护身两市的成交金额比昨天有小幅增加 全天市成交了1.13万亿左右 北向资金方面,今天北向资金是净流出49.17亿 TMT方面,今天TMT族群的量能占护身两市的比例是36% 相比昨天是有小幅回升 那昨天中午,当时我们提到可以考虑下午做短线抄底 当时我们认为市场的环境不应该这么弱 所以,大盘仍然有回到3295点至3330点这个区间的可能 但结果很遗憾,市场比我想的更弱 今天在蓝筹股护盘的环境下 上证指数还是无法收复3295点 那这样一来,五一价期前以及五一价期后 市场就有两种可能的走法 第一种,也是我们认为可能性最大的一种 也就是五一价期前的最后几天 上证指数会在3230点至3295点这个区间内做弱势震荡 五一价期后,指数会先测试3210点附近的支撑 然后开始一次向3370点方向的技术性反弹 第二种,也就是五一价期前 上证指数会直接测试3210点的支撑 然后在五一价期后,直接开始往3370点方向做技术性反弹 考虑到指数已经连跌5天 目前各股业绩暴雷也正在接近尾声 以及今天蓝筹护盘的动作 所以我们认为市场走第一种的可能性应该会更大一点 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机构资金动作 首先是龙虎榜 今天龙虎榜上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 一共有9家 首先是互联医疗方向有3家 分别是中科信息 朗码信息 以及重要控股 然后是文化传媒方向有2家 分别是世纪天红和南方传媒 随后剩余的4家 分别是AIGC概念的焦点科技 光学光电子的浮金科技 工程机械板块的精英重工 以及今天刚刚上市的容器科技 最后,我们看一下 今天北向资金个股数据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一个亿的 一家也没有 不过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前6名的 我们可以发现 净流出的金额都不小 那这6家 分别是 宁德时代 比亚迪 中国平安 贵州茅台 紫金矿业 以及三期娱乐 那这7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